我们就查到,好,这个怎么讲呢? 如果要用个简单的观念去想, 寒的时候你得到是寒症, 热的时候就得到热症,这是常态嘛, 对不对?一开始你就看到了, 那这个寒热如果说反过来, 就是病会比较重, 比如说你现在是热症, 居然得到热天嘛,天很热, 居然得到寒症, 或者是天很冷,居然得到热症, 这都是不合时节的, 跟天,这个日的气不一样, 这个时候病都会比较重, 这个讲的呢,比如说还有月的虚胜, 这个月的盈亏, 这当然讲的是,我们一直在, 黄帝列经就是一直在强调, 人呢受天地之间所影响, 所影响, 你真的在治病的时候, 需不需要去知道这个, 到时候不需要, 不要去想他外面, 而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来找你看病, 既然是夏天, 你总知道今天是夏天嘛, 热得要死,对不对? 你一进办公室, 冷气打开来, 坐下来病人来了, 夏天,对不对? 你一摸他这麦是冬天的麦, 病态, 对不对? 冬天的麦, 那月是一摸到是秋天的麦, 我们就知道他生病,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也不会去真的去知道, 去忌讳这些东西, 冬天的时候, 如果这个病人来, 一摸就是冬天的麦, 这是常麦, 正常吧, 你一摸怎么夏天的麦那么宏, 他就是病态,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注意外面的节气, 我们能够摸麦, 看诊, 注意到春夏秋冬, 就已经很够了, 真的很够, 就已经是事实节气了, 就足够了, 你要不要跑出去晚上看, 白天看太阳, 晚上看月亮, 月亮看的时候, 你太太看月圆嘛, 好, 没有那么, 真的做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细腻, 但是基本上, 我刚刚讲的你要知道, 我常有睡, 你们以后有机会跟我临床的时候, 你在我后面看, 我一摸, 现在是夏天, 你看那么热, 你看他的麦, 这是冬天的麦, 你看他的病症, 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我们要去, 事迹要注意的,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这个事业呢, 虚邪, 好, 和正邪, 这个, 八正之虚邪, 就是外来的邪气, 正神之, 本身发的病, 从里面发出来的病, 好, 这个虚邪是外来的, 好, 本身呢, 如果你用力出汗, 这个工作劳力出汗以后, 中风, 因为你是在用力做劳力工作, 中的事也是很微, 好, 非常的轻微, 好, 那上宫呢, 就去萌芽, 一开始, 好, 发病的时候, 下宫就去乙城, 好, 那, 可是呢, 诸位要有个概念, 这是皇帝内经的原则, 病人不懂啊, 病人觉得说, 我说我没有什么钱, 一直到他有点病的, 他不要花钱来看, 到了受不了他才来看, 那你说, 你就骂这个病人, 你害我做下工, 这也不行啊, 对不对, 也不行, 他不懂嘛, 那你不要告诉他, 以后你一小毛病马上来, 很便宜啊, 像我们在, 我还在诊所立一个政策, 就是一个规矩, 你一感冒来, 十块钱, 平常看个诊, 他还没有开门开主帮, 要送你一笔钱, 可是呢, 感冒十块, 为什么, 我就鼓励他, 一感冒就来找我, 那有的没有钱, 他没有钱, 但他知道那个原则, 带了小孩子来, 我一样帮忙, 所以我们当医生啊, 一定要有这种父母心, 曾经有一个, 在念博士那里面, 中国大陆来的, 礼拜六带着小孩子来, 感冒, 小孩子发烧, 他说你大夫, 我没有钱, 我在念书, 在打工, 没有钱, 我小孩子发烧怎么办, 你说我知不知, 对不对, 当然知道, 厨房大型的东西下去, 好了, 对不对, 治病不是说一定要收钱, 而是这是病之初, 那里面要有这种好心, 好好好好心, 现在这位呢, 他拿了博士, 现在工作很好, 他到处跟他说, 永远记得我这一个, 就他的动作,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就人没有想到说, 你要怎么帮忙我, 你开口我就相信你, 好, 所以说, 你说, 这个你不能怪病人, 害你变成下工, 好, 这个不公平, 好, 不公平, 好, 所以说, 你即使并入理, 你说不要治, 你害我做下工, 我不治, 也不行了, 好, 也不行, 对不对, 好, 这只是一个定义而已, 好, 你们不要那么死板板的, 我就是要相信书, 我要做上工, 下工那个病发不治, 好, 不好, 这个, 二百二十五页, 当然这句话, 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呢, 西医就是下工, 等到发病的再去治, 就太慢了, 那刚开始有症状的时候, 西医不认为, 你有病, 因为查明很好啊, 好, 那我们过去有发生这种案例, 那个心脏痛啊, 有在太空中有两个工程师, 一个39岁, 一个41岁, 这两个就是, 博士哦, 那个高科技的物理博士, 在太空中研发, 太空物理的, 对, 他们有三个人很好, 这第三个人是, 来找我, 吓死了, 来找我, 因为这两个都死掉, 来回不到一个月都死掉, 这个39岁, 有一天早上觉得心脏很痛, 闷痛, 就跑到医院里面去, 跟医生说, 我相信我有心脏病, 医生看看他, 神经病, 你竟然说了, 我就帮你检查吧, 反正赚钱嘛, 就什么是查了EKG啊, 还是什么, 那个stress test, 什么弄了半天, 你心脏很好, 回家, 他就开车回家, 到当天晚上呢, 痛加强, 而且痛时持续的痛, 这时候再开车, 回到急诊室, 他告诉我, 我真的有心脏痛, 因为美国, 你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 救护车, 1500块, 就怕你乱叫, 你没事叫个救护车, 台湾没有, 对不对, 你被美国打, 叫1500块, 他自己就开车去, 然后一直看到脸色都变了, 赶快把它放在那个EKG上面, 台子上转达那边扯, 其实你的确发心脏病了, 那个病人躺在那个上面, EKG上, 我告诉你, 我心脏痛吗, 死掉, 断气, 当场在医生面前断气, 这个死掉了, 不到一个月, 另外, 他这三个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也是一样, 发生同样的事情, 也死掉, 这个吓得跑来找, 我再不敢去医院, 他们的下工, 吓到什么程度, 你发病的时候, 还看不到, 一定要等到真正的, 快到生死抉择的时候, 才看到, 那你就死掉了, 好, 所以中医急诊应该我们去, 为什么, 急诊你在发病的时候, 我们先把你吓得让痛去掉, 你这些照嘛, 都没有关系, 好, 需不需要照呢, 不需要, 那机器没有用, 那二百二十五页, 皇帝问啊, 我听这个, 这个许多补谢的方法, 但是都不了解, 他的真正的补谢的定义, 经义是什么, 齐伯就说了, 谢必用方, 方者以气方胜也, 就当那个时机气很胜的时候, 我们来谢, 以月亮来说, 就是正在满月的时候, 以日来说的时候, 正温的时候, 以身来说的时候, 方病人身体静下来, 不动气定神弦的时候, 这个时间, 我们呢, 用息, 方息而内针, 病人呢, 开始吸气, 下针, 下针, 因为你在吸气的时候, 气在冲大, 你针下去, 这个, 等到, 吸气的时候, 对方在, 同样是吸气的时候, 再去碾针, 所谓转针, 就是在做泻的手法, 那等到他在吐气的时候, 针再出来, 所谓泻, 我们要泻他的气嘛, 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 你针下去, 就是他泻气啊, 因为他吸气就这样, 膨胀了, 就你打个洞, 气往外走, 我们就希望他泻气嘛, 所以吸的时候竞争, 吸的时候碾针, 吐气的时候, 气是往外散, 这个时候你把顺的吐气拔出来, 让气出来更多, 这就是我们一个针刺的手法, 能够泻到最强的程度了, 你不要挖个洞, 这很好, 我都打个洞, 不好, 那我们有些加强的, 比如说苍龙百尾, 对不对, 你把针孔摇大, 慢慢慢慢出来, 还有摇方啊出来, 都可以摇大针孔, 这种都是强泻的手法, 好, 所以你看, 黄年临心是不是要懂针酒, 你们如果前面没学过针酒, 这个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泻必用方, 一定要等到时机, 其气要行之, 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泻啊, 所以最简单的辩证, 我们知道时针我们才要去泻, 所有的痛, 剧痛, 强烈的痛, 通通是时针, 那补呢, 必用缘, 缘者行, 就是行气, 行者要移动啊, 那赐他的必重其容, 这个时候本来我们的容是指血, 你不要, 我们要补他的时候, 你就专门砸在血管,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砸在血脉旁边, 下身, 血在比较深的地方, 身要下得比较深, 那西西的时候, 竞针, 故原与方非针也, 故养生者必自行, 那我们平常, 这个我们砸针的时候, 是这样子, 过去我们没有针管, 就一根针拿在手上面, 我们做补的时候, 很好玩哦, 皮肤拉起来, 这皮拉起来, 然后针切先进皮层, 砰, 砸进去, 因为你拉起来的话, 那个气肺你捏到嘛, 砰, 先砸进皮层, 病人吐气的时候, 再吹进去, 皮一定先拉起来再砸, 当然有的地方不好拉, 但是我们还是去拉皮, 然后砸进去, 那个比较痛,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没有针管, 一拍进去, 你针管, 拉起来针管再拍, 就不好拍了, 所以我们针管, 我们就不用这种手法了, 好, 不用这种手, 但是补和穴的手法, 正好是相反, 穴呢, 吸气的时候竞争, 吐气的时候出针, 补呢, 吐气的时候, 因为气震那种玩玩散, 吐气的时候, 你砸针进去, 是不是气不会跑出来, 反正正在吐气嘛, 然后吸气的时候, 再做插体, 那等到那个, 做完补, 做完补了手法以后呢, 等到我们的, 吸气的时候, 我们把针吸了, 因为吸气的时候, 气一直往身体里面走, 这时候你把针拔出来, 门针, 把针马上按住它, 谢的时候, 就让它针拔出来以后, 等个几秒钟, 再去按针口, 好, 226页, 好, 皇帝呢, 了解了, 他就是说, 行与神, 这问的是行和神, 何谓行, 何谓神, 好, 齐柏约, 好, 这个, 目明明问其所病, 所至于今, 会来在前, 暗之不得, 不知其行, 故曰行, 就是, 我们所谓的行神, 将来会, 我会用到非常多, 行神, 行神, 这个行和神,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看病, 你如果说, 根本不问病人, 什么忘, 也不看病人的脸色已经黑了, 好, 你还在那边, 我不要看你, 摸你的脉, 好, 就是, 只有行, 没有神, 我们神一定要色脉同整, 看, 一定要看, 你至少要看一下, 对不对, 好, 那有的医生就, 我摸脉就好了, 这都不对, 这只有行, 没有神, 这里讲的呢, 就这意思, 眼睛一定要看病人, 好, 那何为神呢, 齐柏人, 这个神乎神耳不闻, 慕名心开而至先, 慧然独物, 就是, 当你用神在看病的时候, 就让你专注, 专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太太叫你, 吃饭了, 你一样什么都听不到, 好, 专心的摸脉, 好, 你如果一叫, 你就分神了, 等一下, 神已经撕掉了, 好, 所以你一定要先跟太太讲清楚, 如果太太在诊所, 最好是不要在诊所里, 好, 但你相信我, 太太最好不要在诊所里, 这个, 那, 一定要专神, 好, 这是用神, 我在, 还会, 我们后面还会讲行汉神, 我会把它分析的很透彻, 让你们学到这个行神, 好, 那一定能够掌握到他的重心, 你不会, 我也要把你教会, 好, 老师这个很难, 这个看一看不到, 摸一摸不到, 中医本来就是哲学, 哲学是行恶上的东西, 好, 行恶上的东西, 那在行恶上的东西, 不是说仪器可以看到的, 好, 所以, 所以你要去, 要让大家能够体悟的时候, 比较难一点, 好, 那我找很多好方法, 让诸位了解, 好, 那, 三不九猴之缘, 好, 九真之要不必存也, 如果说, 你能够掌握到治病的神, 就是你能很专注的听病人讲话, 问诊, 知道抓重点, 你不会说, 你看, 有些医生, 你摸脉啊, 你看, 然后看了病人, 病人告诉你这情形以后, 你怎么不会说, 你兄弟有没有几个, 你这个问题是悸通压讲, 对不对, 病人来找你看病, 你问我兄弟有没有几个, 你就可以知道医生有没有神, 那我们在看病的好医生呢, 摸脉, 问他病人跟你成熟的时候, 你两三句话, 就病就结束了, 就用神, 很简单, 我们看医生问病人, 问的问题越少, 这个医生越高明, 那问的问题的词不达意, 这个风碗粮不相干, 这都是不好的医生, 这里讲的就是这个, 第228页, 离合真邪论篇, 黄金联军第27篇, 这篇也是很好的一篇, 这个讲的第一段呢, 这个我们谈的是, 邪气从身体进入, 人外面, 外面进入身体里面的状况, 所以第二行, 他说经言, 气质甚衰左右倾移, 以上条下, 以左条右, 有余不足, 无限于容输, 邪气在经上面, 我们如何, 病人会产现哪些症状, 如何治疗呢, 一般来说, 病在经络十二经脉上面, 大部分都是表症, 外面进来的, 也就是你扭伤, 伤到经络, 有的时候是伤行感冒, 发烧, 伤到经络, 都是外入的, 那经有病的时候, 那齐博回答这一段呢, 就是在他们讲, 天地中间的邪进入身体的时候, 我们讲邪就是一个病, 所以说以前, 很多人呢, 西医在研究中医的时候, 说你看这个中医药, 用邪这个字, 很讨厌, 你这个邪, 就让我不相信的地方, 你错了, 你真的读冲的时候, 还只有用这个字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把病, 匿名以后, 你请回去去看了, 各种病毒以后, 你反而不好, 你看太细了, 有没有必要看他们细呢, 没有必要, 反而更坏事, 因为它存在在那边, 那我们一个邪就代表, 生病了, 你不舒服, 那不舒服知道你舒服, 那里面即使有一些病毒在那里面, 也没有关系, 它不会, 这个作孽的, 最好我们, 好像我们治病, 那我们比如说一个人50岁了, 那得了肝癌, 我们把它治好了, 可是他跑出什么, 做政治扫描, 那说肝癌, 还有一个小肿瘤, 这个可能, 可能是癌症, 他就紧张了, 开始动,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小肿瘤, 可能50年, 100年, 他都不会困扰你, 他病无害的嘛, 你为什么要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西医是, 挤把你挤这个病来,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他的设定, 世界上没有健康的人, 挤几个病出来, 所以他的观念是这样, 人都没有健康的人, 所以你如果没有吃药, 就觉得很奇怪, 等到说查出来, 说非要这样子治好说, 一定有问题, 要治的时候, 给你治了什么, 又叫你去吃RSP0, 没有用, 因为没有药, 想尽办法把你搞死掉,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被屠宰, 到医院去就被屠宰, 这个呢, 好, 这一段呢, 好好看229页, 这个天地之间有, 有28速度, 有速度, 地上呢, 有那个河流, 山川河流, 人家有经脉, 经脉, 经就是大河, 比如长江黄河, 这种是大经, 小的河川, 天地温和的精水安静, 天寒地冻的精水泥气, 所以冷的时候, 精里面的气会凝固住, 对不对, 我就讲, 寒就是造成瘀血, 人家说, 他担心瘀血块流回心脏, 会造成心脏病, 瘀血块定入脑部, 会造成脑血管栓塞, 你就没有想到这个血块, 就是天寒地冻, 经脉太冷嘛, 那你就用吃一些, 让血液变稀的药, 那你想让血液变稀的药, 你有没有想到它的后遗症呢, 血液不能太稀啊, 血管就会破裂, 对不对, 结果的确是没有堵塞, 可是你血管破裂, 血液出来, 脑溢血, 这个不好, 好, 这就讲得很清楚嘛, 那人呢, 天属地热, 精水的肺液, 太热了, 液出来, 如果太热的话, 就会满则液, 耐逐风暴起, 这精水波涌而隆起, 这个风, 这个大水来之前有大风, 一定会这样子, 斜之入于病, 病斜入到经脉里面, 寒则血泥血, 这就是寒热了, 所以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诊断, 关系到我们厨房, 因为我们厨房里面有很多热的药, 热的药, 如果鼠呢, 折气左折, 这个是热气往上升, 太热, 那虚血, 这个时候呢, 因为寒, 因为太宿, 太热, 造成病邪呢, 会跑到身体里面来, 就好像外面, 山川河里有风一样, 经的动脉, 这个好, 也是一样, 就是受到这些, 当我们有过寒或过热的时候, 这些机会都是, 天外在的邪, 进入我们身体里面, 侵犯我们身体, 人体的时候会产生的, 好, 那我们是寸口的脉呢, 有的时候可以从寸口脉看出来, 时大时小, 当脉太大, 代表邪来了, 病来了, 我们人体去抗它, 脉小就是平, 身体好, 这个病, 就恢复健康, 那如果一个病人脉大, 你给他治疗, 一吃完, 他吃完药以后脉就平缓下来, 脉速度变得很快, 那你在用金方的时候, 瞬间就变掉, 有时候三个小时, 有时候隔夜就变掉, 那你如果用一般温病派的方子, 不会变, 不会变, 那有的时候方子吃下去的确很好, 表面上很好, 瞬间病根没有去掉, 病的根没有去掉, 好, 那, 这一段后面这边, 吸而内针, 吸的时候我们把针插进去, 插到身体里面去, 这个不伤到气, 静于久留, 无力去, 这个吸则转针以得气固, 这是泻的手法嘛, 对不对, 好, 等到呼的时候, 再引针出, 再出针, 把针拔出来, 这都是这个泻的, 好, 补泻的, 泻的手法, 这是, 好, 那, 就还在讲补泻, 二百三十页呢, 不足者补之, 病人呢, 我们有经脉不足的现象, 麻木, 病人酸, 隐隐作痛, 病很久了, 都痛很久了, 久病为虚, 好, 都是, 我们要用补的手法, 虚实辨证, 就是这样来的, 好, 补之, 那, 齐薄呢, 是先门而寻之, 切而散之, 退而按之, 痰而怒之, 就是, 纤细柔柔那个要下肢的地方, 那, 那有遇到血管, 把它切开来, 把它, 就指头推开来, 好, 那, 抓而下肢, 就是, 抓到皮肤, 把皮捏起来, 挣扎进去, 让我刚刚跟诸位讲过, 现在我们不用了, 好, 那, 忽静, 等它变成土光气的时候, 增下进去, 静以久留, 好, 以气质为故, 我们为什么, 要久留, 就是要等它的气, 气到了时候, 皮肤可以看到, 变成粉红色, 真的周围一块粉红色, 气来得越大, 粉红色的快越大, 气来得越小, 粉红色的快越小, 健康, 人比较强壮的人, 气率很大, 那针砸进去, 砸了半天, 没有什么气, 只有针孔周围一点点气, 那身体都很虚了, 那砸进去是那样子, 二十分钟取针还是那样子, 那个气都虚掉了, 急虚, 所以一般你帮别人砸针的时候, 那个背上或手, 脚旁边, 那个针孔旁边, 一层粉红色, 就是气质, 好, 气质可以看到了, 你砸进去是青色的, 那是砸到血管, 好, 里面浴血, 那不是气质, 那是血质, 我们要气质不可以血质, 是你砸错了, 好, 那, 气质的时候, 要带他像贵人到你家来, 好好招待他, 所谓不知日暮, 就是你不要管太阳, 不要管他时间, 以气质, 那等到气到了以后, 气平了, 这个时候呢, 等他病人吸气的时候, 把针拔出来, 让气不露出去, 这个时候推河其门, 令神气神大气流子, 这就是补的手法, 所以补和蟹在这里, 很简单, 呼气的时候, 吐气的时候, 进针, 吸气的时候出针, 这就是补, 反过来就是蟹, 那我们, 这个皇帝问了, 后气, 在那边等那个气来呢, 什么意思, 齐伯就开始下定义了, 血本身呢, 离开落了后, 跑到精脉里面去的时候, 那当携带血脉里面的时候, 因为时来时去, 他不常常待在这边, 有时候还会回到路里面, 有时候回到精里面去, 这个是, 我们呢, 在砸针的时候, 针灸的时候, 是在方其来的时候下针, 好, 我举个例给你听, 不要说针灸, 药都是一样, 这病人说肩膀痛, 我说你现在痛不痛, 不痛, 不砸, 我只要找你看病, 你不砸针, 现在气没到, 病气没到, 好, 你下次痛的时候来找我, 你不用管时间, 直接走进来就好了, 头痛也是一样, 那以前呢, 刚开始不了解啊, 不了解这个意思啊, 好, 反正头痛, 现在不痛, 我们也是砸了, 好, 看他这个那个, 在胆筋上面, 我们就下针了, 效果并不是很好, 结果呢, 我们后来反个方法了, 等到痛的时候来找我, 那我们就碰到这种案例, 这个太太呢, 头痛25年, 痛的时候吃止痛药, 止不住还是头皮撞墙, 那吃到一天, 一天要吃25颗止痛药, 不这个止痛药不是25颗, 而是吃这个药会伤到肝, 那要去吃一个另外一个药来, 那个固肝免得伤到肝, 那吃这个固肝的药, 这个药会伤到肾, 那要去吃另外一个药去补救肾免得伤到, 那吃这个补救生的药会伤到肥胀, 那要去吃另外一个药, 所以他全身好像是大补丁一样, 真正止痛药去医科, 可是后遗症很多, 那吃了二十几年, 那你怎么办, 头痛啊, 二十几年, 那早上来的时候, 我说你痛不痛现在, 不痛, 滚蛋, 不要这样, 他说你还把我赶出去啊, 对啊, 你现在不痛啊, 对不对, 我来的时候吃了止痛药, 你记得, 痛的时候来找我, 这病人就回去了, 当天下午就冲进来, 头痛发了发了, 我说好, 你躺在床上, 就是食之至也, 等到了, 对不对, 这个发病的时候, 就是代表需要治疗的时候, 真一下去痛就好了, 我说你现在明天都不要来了, 等到痛的时候再来, 结果三天以后, 痛就来了, 又再来, 他说我这个痛来了, 但是只有20%, 二十几年的头痛, 去掉80%, 只有20%, 我再帮他争一次, 从此头痛就不好了, 没有来过, 就是在病气到的时候, 下症, 那颗病应该是一样啊, 而看这个人胃肺痒, 看了就是胃病嘛, 心下痞嘛, 对不对, 五种泄心脏很简单, 都开个厨房, 一定对症的, 他吃的不会好啊, 对不对, 怎么吃了一个礼拜还不好, 不对, 火大了, 我们知道方子, 怎么查还是那个方子,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拿一包粉剂, 放到口袋里面, 胃痛的时候吃, 你不痛代表身体不需要了, 他就这样, 一记就好了, 这很奇怪, 当然我们少赚很多钱, 但是一有得嘛, 不是为了赚钱, 那怎么办呢, 好, 一吃就好, 那他平常三餐按照时间吃, 他偏偏那个时间不痛, 对不对, 结果那个人吃的时候, 刚好晚上的时候睡觉还痛, 一记下去, 从此就不痛了, 你看, 所以方子觉得是对, 我们还要对准时机, 时机要对, 所以以后大家做新方, 做上看家, 全都要赚了很多,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病人好太快了, 但是你也会很多, 为什么, 因为更新速度很快, 你不是老是看一个病人, 看了两年, 还是他来看你, 也不好, 常常有心理人的进来, 这就是, 我们要等病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中间很多书上有翻译的, 我们就不介绍了, 看书就可以了, 二百三十二页, 第一行, 若先若后者, 血气一尽其病不可下, 就是你如果过早, 或者是太晚, 你就会帮他治的时候, 时机跑掉了, 所以呢, 第二行中间那边, 知机道者都可以, 规于法, 不知机者扣子不发, 就好像扣的, 拉了弓弦不发, 那我们知道实际的, 在瞬间发生的时候举致, 那比如说, 我刚刚讲这个未病这个病人, 对不对, 我们知道他要这个方式, 我不可能拿个方式来等他发病, 他如果他八小时不发, 你就跟着他八小时, 你老婆保证跟你离婚, 你为什么跟那个病人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说他, 你要带着身边, 就告诉他做就好了, 一定要, 那有个病人只要一透, 想到老医生讲这个话, 没有, 直接下去, 所以方法很多不要太死, 看病的时候不可以太死, 满满的, 那针灸也是一样, 用药也是一样, 233页, 那补蟹的目的是干什么, 还是想补蟹, 结果是公邪嘛, 我们要去邪嘛, 这个去邪就是我们要做补蟹, 那补蟹呢, 就是, 实则歇迹子, 虚则补其母, 那如果说, 我们遇到, 血症, 就是瘀血读到, 记得瘀血读到, 把血药放掉, 那这个瘀血不单单是指在高慌, 在腿上, 在身上受伤, 脚踝裸受伤, 有扭伤, 有瘀血, 通通给他用活罐抽掉, 血药先去, 瘀血要去, 那你如果说瘀血在四肢上面, 脚踝裸的瘀血, 你拿个火罐把那个血拔掉, 绝对比你吃药来得快, 那你为什么不去拔呢, 那给它开药吃, 吃得苦得要死, 但是瘀血如果在内脏, 你当然不可能去拔, 开厨房吃, 对不对, 看血在哪个地方, 那以后我们讲血症, 会看到哪些, 我们可以知道身体里有瘀血, 哪些症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皇帝在后面问, 如果病邪呢, 看人的元气, 在相搏的时候, 在经脉里面, 那你脉性没有发生变化, 这怎么看呢, 这里我们再提出来一个, 什么叫做常人, 你一定要知道正常, 男子呢, 左右手, 男人呢, 左边的脉, 大于右手的脉, 这是, 反正抱歉, 抱歉抱歉, 对对对, 觉醒右气, 左边是血, 右边是气, 右, 男子呢, 右大于左, 女子呢, 左大于右, 抱歉抱歉, 好, 就是常态, 好, 常态, 那如果你真气相薄的时候, 居于经脉里面, 脉气不发生变化,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查到, 实际上可以查到, 那, 齐伯说, 这个, 如果说, 我们查不到他的, 这个, 三, 这个手上的脉, 查不到的时候, 你查三部九侯的脉, 三部九侯, 玄黎, 脚孙, 耳前, 都是赵阳, 都是阳明的, 仁云脉, 三部九侯的脉, 头面上的脉, 跟手脚上的脉, 速度要一样, 速度要一样, 那速度有不一样的时候, 有忽大忽小, 就知道这条心都出问题了, 所以你有时候手上脉, 整不到, 整不到, 所以说, 不知三部者, 阴阳不别, 天地不分, 所以我们要知道三部九侯, 那,